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Gloria 好久不见了 在这里Gloria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个人的原因,因为我回国了一个多月 所以在这一个月里都没法给大家暂时的更新 从现在开始呢,Gloria就会恢复我正常的更新频率 请大家多多关注 然后这一期呢,又是久违的服装开箱视频了 不知不觉就已经到10月的中旬了 又到了我们更新衣柜入手秋妆的时候了 平时喜欢日式服装品牌和日式穿搭风格的小伙伴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期视频 因为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开箱的所有的单品 都是从这个叫做Fastbeat的日本购物网站上入手的 这个Fastbeat网站呢,它的全占有超过400个日本的时尚品牌 像我们平时,不管是生活在国内 还是生活在美国、加拿大的小伙伴们 我们想买一个日本的本土的牌子 其实都会很麻烦 你可能会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找日本的代购 但是又不能一次性的买到你所有喜欢的日本品牌 Fastbeat网站上呢,就为大家免除了这一个困扰 然后像这个Fastbeat网站呢,它的邮寄也是非常的方便 跟我对接的小姐姐是说,他们平时邮寄台湾可能比较多 所以他们网站上面的现货,邮寄台湾的话最快只需要一周 当时其实有一点担心说,邮寄到北美会不会时间会比较久 其实从他们的发货的收货也只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非常的快速 因为是个日本网站,所以像我们这种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 要注意一下,你把价格淘成家园或者美金的话 它每件单级的价格其实就会随着当天的汇率而实时的浮动 包括像运费来说的,Fastbeat网站也不像你依附的重量 要收取一个一次性的1400日币的运费 但是像尤其加拿大呢,根据你住的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地区这个金额可能会有浮动 所以大家要在结账的时候自己去查询它所需要的运费 但是这个网站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上面买到非常非常火的日本品牌 综合下来,比起你找不同的代购,然后再邮寄过来 算上运费,算上贵玉,下单购买过来的整体的价格还是为实惠很多的 然后我这次呢是入手了,两个我平时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很难买到的日本品牌,一个是叫做mini mini store 我在这个品牌买了两件裙子和一件衬衫 这个品牌它的设计都非常的简约大方 价格适中,质量又非常的好 所以总体来说性价比很高 加上它的设计风格都是我很喜欢的 看似很简单,但是你仔细的去研究都是非常非常有设计细节的 另一个我期待了很久的牌子是叫做康春的日本品牌 秋冬到了嘛,这只上一只只外套都是我们女生的衣橱里必不可少的单品 康春这个品牌呢主打针织产品 设计都比较简单成熟又有风格 很舒服,很好搭配,都很保暖 我感觉属于秋冬必备了 再还入手了其他几个也是比较火的品牌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么第一条呢我就先给大家试穿这个 mini mini store的皮革白褶裙吧 我在mini store买的这两件衣服都是最近非常火的那种 腿拉德风格啊 它的皮质的感觉非常好 还配了一个深棕色的腰带 为你省去了很多搭配上的烦恼 它里面也是很贴心的配备了一个打底裤的这么一个设置 是一个棕色的,不会透的材质 就是不像有的裙子的打底裤 你是个白色透明的 看着是打底了又没打 它的颜色也是这种比较偏冷一点的棕色系 会比较衬托你人的气质 显得比较清冷,比较酷 搭配这条裙子呢 我入手的是一件很有设计感的 灰白细条纹的一个衬衫 这个牌子我觉得它最优秀的一点吧 就是它的衣服设计感比较强 像这件衬衫一个鞋的继带的领口 有一点像空姐的制服的感觉 肩膀这里在我不使用外面的情况下 它是有一个凸出来的褶皱的一个形状 穿上它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会打开 对了,我还在FastB这个网站上 入手的这一双黑色的中根皮靴 它的设计感也非常的强 将有了四个白色的珍珠在鞋口的这里 给这个相对看起来比较简约的这么一个黑色的靴子 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感觉 中低根的设计 往起路来又不会累 后又能起了一个增高拉长腿型的效果 这个就是这一身穿搭上身的效果了 果然这件衬衫穿上感觉气场全开有没有 而且它这个垫肩的设计 又不会显得人特别的雄壮 只会显得你很有气场 搭配上这一双黑色的皮靴 我觉得不管你其实想走一个美拉德风格 还是其实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新潮的公司上班的话 这一身穿搭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在穿的时候非常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它全身上下没有一根多余的线头 其实这就是买有一些知名度的品牌的好处 就是你对它的质量是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下一件呢我就继续给大家看向这个 mini mini store入手的另一件 棕色格子门的毛泥裙 放这个网站下单的时候 其实也并没有特意的去往 比如说哪一个风格去买 但是我发现 mini mini store今年秋冬的这些款式 就真的是非常搭配今年大火的这种美拉德的风格啊 我平时买什么毛泥的裙子比较担心的是它会粘毛 但是这件裙子从目前来说 我拿我的衣服啊去跟它碰瓷去赶粘 都是不掉毛不起球的这么一个状况 它依旧是非常有它的小设计小心思 它的这些格子上面都是带有菱形花纹的这么一个缝制的设计 让你的这件A字裙变得更加的丰富 为了搭配这件A字裙呢 我是入手了一件白色的雪纺衫 这个雪纺衫呢是日本的这个叫做Private Beach的这个品牌 我看了一下它的品牌的风格 这有一点点就是小乡风 或者就是比较年轻的上班族的这么一种穿搭风格 它是在寻仿的面料底下戴一层内衬 不仅是可以防走光 还可以让你穿在身上更轻敷更舒适 它的衣服的质感和走线都非常的精凉 像在肩膀这里给大家仔细看一些 是走了一圈很漂亮的香精边的珍珠的 配着这个荷叶边搭配起来 就非常的舒语 非常的小乡风 搭配上这件棕色的格子裙 我觉得应该非常的秋冬 下面我们就一起上身试一下吧 当然这就是这一身上身的效果 我觉得它这一身穿上非常的白领OL红 加上袖子这个离若里若现的感觉 其实完完全全的疏离层 这条裙子的高腰的设计 也会在视觉上摆得比例拉长 再接下来给大家试穿一下 这一件超级无敌温柔的白色珍珠衫 这个珍珠衫呢 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品牌 它主要的就是出各种各样 很舒女很有质感的珍珠风格的衣服 温温柔柔软软木豆的感觉 它其实是一款偏薄的珍珠衫 不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厚重 我好喜欢这种大的泡泡袖 我觉得它穿上去 让整个人都变得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软蒙 你看它虽然是一个比较简洁的款式 但是像它的整体是细线缝制的 但是它的袖口这里又是粗线勾勒的 一种很有重量感 很有质感的这么一个花纹的形状 在下一件呢 想给大家开销是穿着一个淡蓝色格子纹的 衬衣和这一个黑色的A字皮革裙 这对上衣呢 又是我很喜欢的这个 mini store的这个牌子的衣服 它是一个长款的衬衫 它整体的材质是比较轻薄的 可以看到上面的这种白色的这种小格纹 是有一点凸起的设计 然后蓝色的是平面的 所以整体看上去这件衣服会非常的立体 然后对于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来说 也是很方便的一件衬衫 因为你都担心它会很容易的出褶皱 然后这件皮革呢 是一个人造格的材质 它的品牌是一个叫做商品购的牌子 虽然是人造格 但是它的手感非常的好 而且我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整体很轻盈 穿上去不会有负担 它也依旧是一个戴黑色打底裙裤的设计 这就是这一身上身的效果了 我是在这件衬衫里面搭配了一个白色的吊带 这样我就可以敞开这件衬衫 打到一个比较洒爽的感觉 尤其是搭配着我入手的这一双黑色的皮靴 我觉得整体的人 很干净很利索 还是觉得这件皮裙上身非常的舒服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几件黑色的皮靴嘛 然后它们都属于比较厚的那种皮质 不像这一件 非常的轻敷 非常的柔软 穿上去就感觉很舒服 搭配我现在这一身呢 还可以给大家试穿一下 这个浪士品牌的这一件条纹的针织衫 那种很典型的小香蜂的风格 上面是白色针织 带黑色缝线 包括带一些就是金丝的这么一个设计 整体的搭配非常的别致 然后我特别特别要说一下 这件衣服的质感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 是一缸V字顶的 然后这里带两个兜兜 我觉得很方便 平时放点随身的小物什么的 都可以不用带包包出门 我感觉搭配我现在的这身穿搭服 系上也很有感觉 很像电视剧里眼的那种 很有才华的设计 身份上的搭配 非常地干练 而且这件衣服虽然非常的柔软 但是它穿上去的垂感依旧是在的 系上扣子的那小乡风那种 很舒匀很关强的感觉 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因为我里面搭配了一个高领的衬衫 还有一点学院风 这可不可以也当做美拉德穿搭的一种呢 不好意思 一这么忘了介绍下一件单品就去换衣服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试穿的最后一件单品呢 就是这么一件 卡其色的针织裙 这就像我说的 好像秋天来问人们就是不自觉的 会往棕色系的衣服上去买 我都没有注意到我自己买的这么多棕色系的单品 秋天跟棕色系还是最配哦 像这种one piece的衣服呢 也是不用太过多去考虑 把它怎么去搭配 你就穿一件这种裙子 然后穿一个长靴或者像那种短靴 外面套一个长短的大衣 就是一个非常有型的穿搭 这件针织线衣呢 其实非常有弹性的设计 名音群的品牌呢 叫做VVLady 他们家出的衣服的设计 都是比较女性化和女人 这个品牌还出很多就是很适合 好通勤 很适合上班的穿搭 这就是这一件衣服 上身的效果了 是非常显身材 搭配这个靴子我觉得也很合适 那种秋冬的氛围感很轻 给大家尝试的姐妹们可以把头发 卷一个大波浪 配这件衣服应该也很好看 好了 这个就是我这期FestD购物网站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套穿搭呢 就像往常一样 我也为我的粉丝们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 输入屏幕上的这个购买呢 大家就可以享受1000日元的运费减免 大家如果看上新的产品 就尽快下单去使用哦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 千万不要忘记去点击订阅 评论点赞和分享 可乐人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自己喜欢的穿搭 喜欢的品牌 以及喜欢用的生活好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再见 再见